接下来老师就使用一张配图 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上一小节我们完成的这个代码 到底是怎么执行的 同学们 由于D规啊 是在函数内部自己调用自己 所以老师在下面这个配图中啊 画了三个相同的框框 来让我们看一下上一小节的代码 到底是怎么执行的 同学们看 Python的程序在执行时 是不是从上向下顺序执行 而我们真正第一句要执行的代码 是不是就是调用subnumber这个函数 并且传递了一个数字三作为参数 对吧 哎 大家看 把数字三传递到函数内部 那函数是怎么执行的呢 大家看 第一句先把数字三在控制台做个输出 第二句判断一下 number是否等于一 如果不等于一 是不是执行下方的代码 哎 大家看 关键时刻来了 执行下方的代码 是不是同样在调用subnumber这个函数 对吧 并且把number这个参数怎么样 哎 做了一个减一的操作 三减一等于二 因此呢 我们再一次调用subnumber这个函数时 传递进来的参数 就是数字二 而不再是数字三 那现在同学们看 在第二次调用这个函数时 是不是同样现在控制台打印了一个number 紧接着判断数字二是否等于一 如果不等于一 是不是再一次调用自己 哎 同学们看 再一次调用自己时 同样把number做了一个减一 哎 二减一等于一 这一次在调用的时候 number这个参数是不是就传入的是一 对吧 那现在同学们看 当第三次调用函数时 首先仍然在控制台打印一个数字一 紧接着判断一下number这个参数是否等于一 哎 同学们 这一次number是不是就等于一 等于一就不会执行下方的代码 而是直接做了一个关键的return 同学们 之前老师讲过 在编写地规程序时 地规的出口非常重要 对吧 当执行了return之后 下方的代码还会执行吗 哎 并不会执行 对吧 既然不执行 是不是就应该返回到调用函数的位置 继续向下执行后续的代码 如果下方没有代码呢 那么就再次返回上次调用函数的位置 继续执行后续的代码 如果没有其他代码呢 哎 就会返回到第一次调用函数的位置 到此为止 整个地规程序执行完成 哎 同学们看 虽然我们在代码中只调用了一次函数 但是函数在执行时调用了几次 哎 函数在执行时调用了三次 对吧 而且这个调用次数是会随着我们参数 number的数值增加而增加的 number数值越大 是不是调用的次数越多 但是同学们注意啊 在编写地规程序时 地规的出口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只有到达出口之后 函数的调用才能够一层一层的返回 一直返回到最初调用的位置 所以之前一个小节老师反复强调过 在编写低规程序时 一定要针对参数进行判断 否则程序会怎么样 哎 否则程序会出现此循环 好 讲到这里 老师啊 就用一张配图的方式 把我们上一小节演练的代码 具体的执行顺序 给大家描述了一下 现在老师先暂停一下视频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